这个霍州 宴山窦宜经 为五代史的建议大夫 到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主持 那么梦见祖父说 你没有儿子又不长寿 应当早日都行善事 那么宜经就唯命是朝 那么这一段里面 首先先提到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喜欢的 你还没有开智慧以前 你都希望长寿 我去祝恋 最怕去祝恋那个四十岁到五十岁的 尤其是女众 她走不了 当然男众也是一样 因为大家都放不下我职 有一次我去祝恋 刚好同时住电室两间 刚好有一间是叫我去的 另外一间我来不及照顾 那么右边这一间 我叫龙总气 右边这一间 她是一个女众 年纪轻轻的单亲家庭 台湾叫单亲家庭 就是说她离婚了 自己带一个小孩叫单亲家庭 那小孩很小 大概国中而已 十来岁而已 当那个女众是癌症 子宫症癌 我后来跟她安慰说法 跟她讲生命的道理 十二岁年世圣地苦极灭道 后来她也能够放下 那我就要附送她 要祝恋要安排 隔壁就一个小女生 大概是小学 她爸爸就死掉了 她在那呼天抢地 叫得非常的淒厉 听得很难过 那么要过去跟她处理的时候呢 已经被葬仪社把她搬出去 那小孩子在后面追赶 叫那个爸爸的声音非常的淒厉 这就是说众生 你在还没有解脱以前 她就是这样 这就是众生 因为大家相处一段期间 都会有秦子 她有些是过去生有因缘的 那这次又碰到了 所以那个秦子 那个秦子要离开的时候呢 要割断的时候很痛苦 所以吴亮说您不是讲 爱得更深 那痛得更苦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李永讲又不受 就是他表示说他不是长寿 他是短命的 他这个他们家也是很有福报 他短命他祖父还可以跟他先讲 可见他祖父恐怕是在散处 他还可以来托梦跟他讲说 你短命 有很多后代祖孙往生都不知道 祖父长辈也没有来托梦 也没有来告知 多云山有福报 他祖父跟他讲两个重要事情 大家都会重视这两个 一个寿命 一个祖孙 因为中国是 比较重视所谓的重男轻女 这个儿子就要传香火 就不能截祸 所以他现在祖父来跟他托梦 就表示说 多云山有那个阴言 我们不是讲说业力不可思议吗 那业力也不可思议 胜力也不可思议 这第一章经有这样说 所以为什么不能长寿 为什么没有儿子 这个里面跟我们讲的道理就是 他就是业因果报 就是业力 业力怎么办呢 业力必须发现把它转成了 把这个业报转成福报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舵燕山 舵鱼鸡 把业报转成福报的故事 这不只是学佛要学啊 修行人要学 一般人都要学 那接下来就讲说 他祖父给他托梦 那这个梦到底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呢 很多人都说 哎呀梦不可信啊 梦是假的啦 以前纯天才是那个传回法师啊 他在那个秘谱体里面啊 他就常常梦到一些善境界 那这个梦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呢 了还书记里面也有讲啊 叫梦土黑物啊 梦灰布太虚啊 梦圣贤 那这是了还书记里面讲的啊 那我就讲我亲身的一个经验给各位听 有一次我早期啊 我有在帮助连流 然后我就到宜蘭 去帮助一个连流送地藏经 因为呢 他母亲生病 他母亲现在还在 年纪也很大了 那其他人家送地藏经呢 送完回来以后呢 因为我这个连流的父亲 早就死掉了 往生了 那我连流也没有跟我讲 他父亲怎么走的啊 那么那天晚上呢 他的父亲就来找我了 那我原来住的地方呢 在锦梅呢 台北市的锦梅呢 我是两层楼 那一楼跟这个地下一楼 但是我那个一楼呢 是差不多一半是在二楼 一半是在一楼的高这个高度 那地下一楼呢 是一半呢 我们一般台湾叫做阳光楼 就是说有一半在地面上 有一半是在地面下 这个 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是睡在左侧 我家中师姐坐在 睡在右侧 他就来入梦 那因为我的床铺的左上方呢 就床 就床铺 那我梦中就很清楚 眼睛也不用睁开 我表示说我们这个决心 我们这一变心 明了以后叫阿拉也是 身体在睡觉呢 其实心没有在睡觉 这个决心不需要睡觉的 所以你看那个高僧大德 广京脑上一入定的时候 七天七夜 虚拟脑上也是一样 一入定都是半个月的 一个礼拜的 他那种进入那个圣神禅定 那是不适宜的境界 那我们现在是环夫啊 所以在梦中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他的父亲 你看也没有人跟我讲 是他是他 也没有人跟我讲说 他那个样子是他的父亲啊 可是我在梦中知道的时候 他是我们那位连柳的父亲啊 我没见过他父亲啊 可是梦中就会奇怪 就会知道说 他是那位连柳的父亲啊 你说这个信念多么不可思议啊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用意念跟我过通说 你帮我超度 我需要送地藏进超度 那我那个时候因为呢 他突然间入梦 我坦白讲 我那时候的心量 跟我的慈悲心呢 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进步 这我要承认 很惭愧啊 我那时候 我的直解就是 我的反应就是警察的特质 警官的特质本身对案子啊 都是 都是 我们都在做侦办刑案嘛 所以我们的这个习性里面呢 就带有那种警察的 那个人格特质 所以我梦中呢 嗯 我就先存怀疑 你说这个疑心地起来 就不行了啦 所以为什么贪嗔痴慢疑 这个疑就是失货 菩萨跟佛没有贪嗔痴慢疑 也没有见货 所以菩萨可以大慈大悲 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那个我就跑出来了 你看 在梦境那个我都还会跑出来哦 不要说是你活的时候眼睛 你白天的时候眼睛张开 你在睡觉的时候 那个我还是会跑出来啊 在维师学里面也有这样解释啊 独我意识啊 所以我梦中跟我讲说呢 我没有当场答应 而且呢 我还说 不行 还是这样 这个很惭愧啊 很惭愧啊 在这边忏悔 结果呢 他我知道梦境里面 因为我知道他呢 他是癌症往生的 而且呢 身体是卷起的 他痛得很痛苦 卷起的 这癌症很痛的时候啊 各位啊 那个做化疗的时候啊 你不晓得 那真的痛到不行 我去住店一个喜欢钓鱼的 在马街医院 年轻症就要去跟他关怀 关怀因为我公务很忙 我就说呢 七天以后我再来 他医生跟我讲说 他只要不打麻味 他就死掉了 他就往生了 结果我去的时候 他跟我讲 黄警官我等你等七天 你知道吗 我说我真的空物比较忙 不好意思啊 跟你忏悔啦 然后我就说法给他听 他痛到 他宁可让他痛 他身体卷起到 听我说法 这个菩萨也不简单 后来到他家去啊 祝念啊 还跟他送一堂这个 弥陀经啊 我才看到他家里啊 有两代的这个吊具啊 像高尔湖球带那么大的吊具 你看里面有几只就好了 大概鱼啊 虾都吊太多了 所以身体都呈那个卷起状 那我这个年有的父亲呢 就脱这个梦以后呢 那这个梦就结束了 他第二天去找我师姐 一样入梦 可是他给他入梦我不知道哦 他跟他入梦说 你跟你师兄讲 叫他送地上经给我好不好 第二天我师姐跟我讲说 那某某师姐的爸爸来找 来找啦 希望你送地上经给他 因为我并没有跟他讲说 昨天谁来找我啊 后来我就 再一次呢 带领年有年 去送地上经回向给他 那这就是讲 这个梦境的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这个梦境 那07年的2015 首会21号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末日 那大家的努力呢 大家念佛呢 送无量说经 三十七年 终于把这个灾难呢 灾殃化为存 就没有事了 那么那一天呢 报纸登出来呢 报纸第二天看出来 因为大家都想说 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嘛 那台湾的报纸 头条新闻 一摊开 法务部枪劫六个死刑犯 大家以为说是 昨天世界末日 会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是枪劫了 六个死刑犯 那因为新闻封锁的很彻底 所以前一天晚上的 电视新闻也不知道 到第二天的报纸才登出来 那么前一天晚上呢 就已经枪劫了 那新闻媒体都不知道 电视也不知道 可是当天晚上 那一个被枪劫的 其中一个受刑人 死刑犯 他的父亲在中部呢 就先在前一天晚上 就做梦 梦到滑井捧个骨灰到大家去 因为他也不知道 他儿子被枪劫 要死掉了 这个梦境呢 有时候是很难去解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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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